小熊多了,讲故事。 小马找工作 从前啊,有一只小马, 它每天都会向它的爸爸妈妈索取一些零花钱。 在一个暑假里,小马突然心血来潮, 它对它的爸爸妈妈说, 爸爸妈妈,我不想整个暑假都跟你们要钱花了。 小马爸爸问,那你有什么打算呢? 我打算找一份工作干。 第二天,小马来到了理发店, 说明了自己打工的诚意,被老板录用了。 小马的第一位客人啊,是山羊伯伯。 小马一不留神,把山羊伯伯的耳朵剪了下来, 疼得山羊伯伯嗷嗷叫。 于是,小马就被炒鱿鱼了。 小马又来到了饭店,又被老板应聘了。 小马高兴极了, 但他误把言当成了糖,撒在了饭上。 顾客吃到了,也不愿再来光顾。 就这样,小马又被老板解雇了。 小马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家, 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了爸爸妈妈。 小马爸爸语重心长地说, 找工作啊,一定要找自己合适的, 不能草草了帅,要根据自己的长处来找。 小马想,什么工作啊,适合我呢? 他想啊想,终于想了出来, 就是去当一名运动员。 他又去找到了千里马教练, 露出了自己跑步的绝活, 被教练选中了, 当上了一名出色的运动员。 不要找到就好了。 谢谢观看